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金融法规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节目 今天要来讲金融法规 首先要来介绍参与讲解的老师 在我右手方的这位是蔡教授 杜教授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主要探讨几个问题 一个是外国银行之意义及业务 第二项是外国银行的经营的限制 第三项是外国银行之设立程序 第三项是外国银行之设立地区 与专播营运资金等问题 第一项我们要谈谈就是有关 合约外国银行 什么叫外国银行 这个依照我们银行法的第116条的一个 规定对于合约外国银行做出定义 也就是说银行法称外国银行 它是依照外国法律组织登记之银行 经过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认许在中华民国境内 以公司法及这个银行法登记营业之分行 刚才我们谈的是有关外国银行的一个意义 其实我们也要谈谈有关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的程序为何 与我国银行之设立有什么不同 我们请蔡教授说明一下 外国银行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立的程序 应该依照银行法第117条的规定来办理 那设立的程序有以下几项程序 第一个必须要先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第二应该依照公司法的规定 向经济部申请认许以及办理登记 那其次应该要办理在办理这个公司登记之后 依照银行法第54条的规定 向主管机关申请合发营业执照 并且缴纳执照归费 那才开始的开始营业 那在开始营业的时候 应该将主管机关所发营业执照记载之事项 在设立所在地进行公告 那另外依照公司法第371条的规定 外国公司在中华民国境内 营业应已经认许 并且办理分公司登记为前提的条件 所以外国银行在我国营业 应以分公司也就是分行的形态来设立 那在外国银行跟我国银行在设立方面 是否有所不同呢 那其实外国银行的设立 跟我国银行的设立 在设立的程序上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首先呢都应该先向财政部申请许可设立 然后依照公司法向经济部申请公司登记 那最后再向财政部申请核发营业执照 以上是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 必须依照银行法第117条所做规范 条文当中所规范的事项 好谢谢蔡教授 有关银行设立的程序 这个说得很详细 主要是根据我国银行法117条 及公司法第371条的有关规定来处理 其次我们要谈谈有关这个 我国对外国银行设立之需要认定为何 是否再加入WTO或会有什么不同 这个银行法规定外国银行之申请设立 需采取特许制 需受中央主管机关 也就是财政部的核定 其认定之原则为 需符合国际贸易及工业发展之需要 其次加入WTO以后 需符合WTO的各项规范 WTO的协议重点为减少对金融服务公司的限制 准许商业银行 外国银行分行 外费经纪公司和信用卡机构设立 故外国银行在台湾设立的分行之情况将有所改变 其次我们再谈一谈 有关我国银行设立分支单位和外国银行设立分支 设立有什么不同 我们请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本国银行设立分支单位的程序 比起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的设立程序更加的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在银行法第57条当中规定 本国银行的设立应该要减据营业计划书及所在地 申请中央主管机关的许可 并合发营业执照 中央主管机关得势 国内经济及金融情形 于一定区域内限制本国银行分支机构的增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本国银行设立分行 不必再依照公司法办理认识或是登记 而且设置的位置并非根据国际贸易或工业发展的需要有所限制 而是以国内经济金融情形 已决定是否准许我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 那这是我国银行设立分支单位和外国银行设立分行有所不同的地方 好 谢谢蔡教授的说明 有关我国设立分行分支单位及外国的设立分支单位有什么不同 这个简单的说 本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程序 比起外国设立的一个比较简单 其实我国设立比较简单 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也要谈谈有关银行法如何规范 外国银行设立地区 与我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考量 重点有什么不同 这个依照银行法第118条的规定 中央主管机关得按照国际贸易及工业发展的需要来指定外国银行的设立之地区 根据我们这两项 依照银行法26条规定 中央主管机关得视国内的经济金融情况于一定区域内限制银行或其分支机构之增设 有以上两条文的可以了解 于这个政策上 对外国银行设立强调国际贸易及工业发展 这两项需要可以设立 而本国银行设立 硬是看国内的经济还有金融情况来考量 这个重点有所不同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接着来讲这个外国银行在中华民国境内如何申请执照 我们请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外国银行要在中华民国境内申请执照 必须要先依照银行法第117条的规定 那外国银行在中华民国的设立 必须要经过中央主管机关的许可 那因此呢 外国银行经财政部许可设立之后 即可依规定 那经过经过经财政部认许之后 就可以在所在地 所在申请的地点 那进行设立的程序 并且应在设立之后的15天之内 向有关主管机关申请登记 那经由办理公司登记之后 在依照银行法第54条的规定 减同有关的文件 向主管机关申请合发营业执照 并且缴纳执照的归费 那最后在外国银行开始营业的时候 必须要依照银行法第55条的规定 将主管机关所发的营业执照 上面记载的事项 在设立所在地进行公告 那以上是外国银行在中华民国境内 申请执照的一个程序 及相关规范 好 谢谢蔡教授 有关这个外国银行 在我国申请设立的一个 执照的一个内容 最主要是根据银行法117条 55条 54条这三条的规定 这个机关 主管机关 有财政部 经纪部等来申请 相关的这个所需的内容 不再重复 因为刚才蔡教授已经说了很详细 其次我们再谈谈有关这个 外国银行与本国银行 在我国组织架架上有什么不同 这个外国银行在台湾均分行的组织 以分行组织来成立的 其总行在各该国不同 与本国银行有总行分行 甚至于监益分行之不同 这个因此呢 因为行员的组织称为已有所不同 外国银行之行员支撑 基本上英文称谓和中文的称谓 对照上稍有不同 比如说外国的银行 这个副总裁称谓 其相当于我们本国银行的副理 这个副经理 因此有人说台湾的各银行的职称 在中文上比较好像低一点 这个其实都不低 这个是自己感觉上的问题 他们职称的不同而已 他们副总裁我们副理 这个总裁不一定比副理大 这个是大家的感觉上问题 我认为应该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你不要认为说你比较低就好了 这个是不要出别感 其次我们再谈谈有关这个本国银行 总行及这个分行之行员支撑的区别 在哪里 我们请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基本上各个银行 他都有对行员支撑的一个规范 那大概在本国银行都有形成 共同称谓的一种习惯 那这主要是因为主管机关有所规范 那方便各银行的行员留用的时候 那其支几可以方便加以比较 那这个当然与早期 大部分银行的行员他是经由考试任用 有关系的 那至于外国银行呢 他就直接比较各国的规范 那在中文的译名上 就比较本国银行总行的一个称谓 那本国银行总行的职级基本上 干部的职级比起分行来得高 那例如说总行的副理 他就相当于分行的经理的一个资历 好 谢谢 所以有关这个总行分行的职称 刚才蔡教授已经说明了 这个其实这个职称应该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以上我们台湾的公交人员 他是用直等 你在下面的五直等 你到上面五直等薪水都一样 没有什么护理金领就比较大 这个可能银行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呼 在我们台湾公交人员来讲 你在区公所五直等 你到行政五直等薪水还是一样多的 也没有说你大我大 没有啦 这个这个职称我们是说明一下而已 即使没有这么严重 还没这么严重 这个我们台湾的公交人以职等来讲 他不管你什么职称 没有什么用的 不过我们既然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谈一下而已 其实我们再来谈谈 有关这个 我国银行法对于外国银行业务规范 之依据是什么 根据什么 这个我们这个依据是根据我们银行法 第121条的规定 外国银行的经营之业务 由中央主管机关 洽商中央银行以后 以71条之商业银行经营业务 其第101条的一个信透投资公司经营业务规定的范围内 以命令规定之其涉及外汇业务则并进中央银行的许可 因为外汇是由中央银行主管的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要跟着它来这个来规定来办理 这外汇就是什么 就是台币以外的钱叫外汇 美金 英镑这个就所谓的外汇 应该听懂 国际贸易里面外汇是很平常用到的 其实我们再讲一讲 目前以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这个委员会所定的外国银行分行及代表代表人办事处设立之管理办法 第13条规定外国银行分行得申请经营之业务项目 以银行法第4条第117条及121条规定 由主管机关来核定之 前向外国银行分行经贺准经营之业务 应于营业制造上在民或时可办理 这个是有关这个我国银行对外国银行业务的规范 就是规定的一个依据 就是根据我们这几条文案法的一个规定 其次我们再谈谈有关中央银行对外国银行经营业务有何这个角色的定位 我们请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基本上台湾各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主管机关 都是财政部 那如果涉及外汇业务的话呢 就必须要经过中央银行的特许 那不论本国银行或是外国银行 如果经营外汇者都必须要经过中央主管机关 也就是中央银行的一个特许 那因此常见银行它会在银行的外面表明它是经过外汇指定的一个银行 好谢谢蔡教授 有关这个银行中央对外国银行经营业务有什么办的角色 我们都晓得我们国内的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都是由中央主管机关财政部来办理 其次有关外汇都是由中央银行 好我们休息一下 刚才讲到这个外汇的业务是由中央银行来主管 这个外汇我刚才讲过是由台币以外的货币 每间英镑日元就是所谓外汇 这外汇买卖一定要是中央主管 就是由这个中央银行来主管 也就是说要由它核定的 它同意的你才可以买卖 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一个银行都有在买卖这个外汇 那这个外汇其实只有中央银行可以买卖的 那因为我们因为这个中央银行只有一个就在台北 那各银行很多 为了方便客户 所以就很多银行就向中央银行申请买卖外汇 所以中央银行特许准许它 所以它就可以来买卖外汇 像你要出国了 你不要到中央银行 随便一个银行都可以买 买这个外汇 买美金日元都可以买的 这个就是一个方便 因为这个它是主管 你要它后准以后才可以买卖 所以我们一般在银行可以看到一个外汇 这个就是每一个银行它本来不能卖外汇的 那它是写一个外汇指定银行挂一个牌子 现在已经不过来 因为它十几年前大家都不了解 所以才外面挂一个外汇指定银行一个牌子 现在不要 现在顶多弄一个 差不多两三寸的大小 贴在那个墙壁上 这个告诉我们已经很普遍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外汇银行本来就是中央有在主办 它在买卖 别的银行不能买卖 因为它特许你来买卖 所以我们银行都有挂一个 挂一个外汇指定银行 就是盈印在这里 所以现在我们要出国 不要到台北这个中央银行 随便一个银行都可以买得到 这个我们外汇现在比较开放了 可以自由买卖 以前外汇是不能买卖的 你没有出国没有证照 都不能买卖外汇的 那是有管制 现在我们外汇没有管制 现在我们东南亚 你像日本也没有管制 台湾也没有管制 现在哪一个有管制 中国大陆就有管制 中国大陆外汇不能买卖的 你这个比如说你到大陆去 你美金换人民币 人家回来 你要把人民币要换 那个美金它不换你了 因为它外汇根本都禁止买卖 这是我们要晓得 这是有管制的 有管制的 这个其次我们再谈谈这个 中央这个外国银行 搜索款项有何限制的一个规范 这个下面我们看看 银行法第122条规定 外国银行这个收付款项 除今我国中央银行特许 可搜索外国货币存款以外 以中华民国国币为限 这个就是有关这个 有关这个外国银行收付款项的一个限制 其次我们再谈谈有关银行法对 这个银行法中对外国银行 有何项目的一个规范 我们请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在银行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关于外国银行相关的一个规范 都在银行法第七章当中 也就是在银行法第116条到124条当中 对外国银行有做的明确的一个规范 那相关规定呢 例如说对于外国银行的定例 那还有设立程序 以及业务限制 还有业务项目等等 那都在银行法第七章当中 有明确的规范 这个刚才我们谈到有关外国银行 有这个项目有何规范的问题 刚才蔡教授已经说明了 它是由银行法的116条到124条的规定 也就是说银行法的第七章 均在说明这个外国银行规定 外国银行是定义设立程序 业务限制的业务项目 就是有关项目 都在这个第七章里面有说明的 其次我们再谈谈有关这个 外国银行具备哪些条件 这个得申请 这个许可在我国境内设立分行 这个我们都晓得 这个依照外国银行 分行级代表人办事处设立管理办法 第二条规定 这个一 最近五年内有无重大违规的记录的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说外国银行设立的具备条件 第一个是在五年内没有重大的违规的记录 第二 申请前一年于全世界银行资本或资产排名 居前500名以内的 在全世界排名500名以内的 或前三个历年度以我国银行及企业往来总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 将近300亿台币 其中长期受信总额达1亿8千万美金的 但其母国政府与我国签订这个经贸确定 另有特别约定者 从其约定 就是依照它的规定的意思 从其规定又依照那个订阅的规定 第三 现在讲的时候 从事于这个国际性的银行业务 信用卓注及财务健全 自由资本 这事实的资本 自由资本以风险性资产比例 符合主管规定 有关的规定的标准 第四项要说明是 你只派担任这分行经理人 应具备金融专业知识 及从事国际性银行业务之经验 其次 第五项 母国金融主管机关及总行 对其海外分行具有合并 监理及管理能力 既母国金融主管机关 赫合前来我国设立分行 并同意与我国主管机关 合作分担和分行 并监督管理医务 第六是无其他的事实显示 有爱银行健全经营之 顾虑的六项 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 设有分行者的承受 在我国境内之外国银行 分行全部或主要部分之资产 或负债及拟并同征 设分行者 应于第八条规定办理 外国银行 在我国境内 未设有分行者 如因合并 总行或承受本身 50%以上持股之子公司 在我国境内 分行之资产负债 而且符合第一项 这是条件者 得以第六条规定 并同申请设立分行 这个就是有关外国银行 要具备哪些条件的具体内容 这个没有合乎规定 他就不能设立 在我们这边设立 这个规定是蛮严格的 相反这个规定 这个国家要来 都有相当基础的 不然到我们这边的设立 分行是不同意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再谈一谈 这个银行 银行法对于这个 对外国银行的 专播营运资金 有何特别规范 我们请蔡教授说明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银行法第120条当中规定 外国银行因专播 其在中华民国境内 营业所用之资金 并准用银行法第23条 及银行法第24条的规定 那在上项银行法规定之 原意呢 主要是以专播营运资金 视为是银行法第23条 所定之最低资本额 并且依照银行法第24条的规定 那以国币来计算 那依照呢 外国银行分行及代表人办事处 设立及管理办法 在第三条当中规定 外国银行分行 你增加汇入营业所用的资金 那应事先报经主管机关 及中央银行的核准 那在外国银行分行及代表人办事处 设立及管理办法第七条当中 也做了规定 外国银行在我国所有分行之净值 并记其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之净值 不得低于主管机关规定 最低营业所用资金的三分之二 那不足者呢 即在我国之诉讼 即非诉讼代理人 应急申报主管机关 谢谢蔡教授说明 因为今天十月一到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下次再见